宋涛表示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 破坏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对台工作做出部署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鼓励和支持更多台湾同胞 参与到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进程中来 洪秀柱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 祝福和问候 表示民族复兴浪潮中 台湾不应缺席也不能缺席 两岸同胞应携手完成 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置业